你是不是曾經認為 或者是現在仍然認為說 你要到達某一個目標 比如說你要有一段穩定的感情 你要賺到一定的財富 或者說一定的社會 地位 你才會快樂呢 這是錯誤的 今天我就要跟你分享為什麼這是錯誤 實際上 如果你像我一樣 讀過非常多哲學書籍 但是你並沒有心理學這種背景 或者說這種知識的話 很有可能你就會繼續在這個錯誤裡面 越陷越深 嗨 歡迎收看熊仁謙的書房 你與快樂的生活只有一本書的距離 如果你沒有什麼時間閱讀 或者說你希望從一個 讀哲學的人的角度來認識更多的書籍的話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的頻道 我今天要與你分享這本書我非常喜歡 當然我有很多書我都很喜歡 但這本書是從它的標題就吸引我了 這種書蠻少見的 它叫做象與奇象人 為什麼它很吸引我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實象與奇象人 它是來自一個古老的印度哲學的譬喻 就是大象指的是我們的內心 然後奇象人指的是我們自己的那個理性 那如果透過於理性去控制這個內心 它是這本書的主軸 其實在印度哲學傳承到了西藏佛教裡面有一幅畫 那幅畫就是在描述我們如何去訓練內心的話 那幅畫裡面就是一個僧人 追著一隻大象跑的一幅畫 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看到這本書的書名的時候 馬上就被它吸引 並且期待它會是 跟我想像的那個樣子有點相像 但當我開始閱讀之後 我發現它非常有趣 因為它裡面一方面引述了非常多傳統智慧的論點 比如說哲學 可是 它也對傳統智慧的很多論點 提出挑戰 其中最重要一點就是它在裡面談到了 關於 我自己是讀印度哲學思想研究的嘛 所以它也引述了很多像是 奧義書啊 像是 佛陀的思想 可是 它在裡面提出了一些 批判跟挑戰 這在我在讀的時候一開始你知道就覺得說 天啊你敢挑戰印度哲學 呵呵我們來試試看吧 但是讀下去之後你就發現 它背後有非常非常多的數據跟研究 不得不讓我覺得 它講的是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為什麼一開始會說 如果你只懂理論的哲學 可是卻沒有數據跟研究的心理學去支持 沒有可能你會 在錯誤中越陷越深 當然這本書裡面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部分 它主要有分四個part 來討論有關於 我們的人 也就是 我們的理性 還有這個大象 也就是我們的自動化模式 我們的感性的關係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題 就是在談論追求幸福的方法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因為你知道傳統的哲學 或者說傳統的智慧理論都會告訴我們 幸福是不假他求的 幸福與關於外在 幸福完全跟我們自己內心有關 可是這本書裡面它提出了一個 挑戰這種說法的觀點 它非常具體的去告訴我們 幸福是可以用公式來量化 所以接下來我就會用三個段落 來跟你分享這個過程 首先就是 幸福的一些原則 再來是一個所謂的幸福的公式 以及這個公式要如何使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這本書首先先告訴我們 快樂的兩個重要原則 一個叫做進展原則 一個叫做適應原則 當然它裡面談了很多 但進展原則的部分呢 它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譬喻來形容 叫做幸福水車 幸福水車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水車就是以前可能在 有模仿的時代 然後旁邊要 一種動力的一種工具嘛 所以那個 那台機器那個車子呢 它會在上面一直滾 所以會產生一種幻覺就是 就像那個倉鼠在跑那個小車子 小車輪一樣 它跑了再多其實都在同一個地方流轉 所以你應該可以想像這個 譬喻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 我們會以為往前進會得到幸福 但實際上 我們往往在原地踏步 進展原則告訴我們 我們都會有一種想像 我要得到某個東西 或者說我要做到某個東西之後 我才會幸福 比如說 我要努力達到某一種業績 我要得到一個很高的學歷 我要得到某一種成就 我要得到某一個社會地位 我才會幸福 的確我們在努力了很久之後 得到某一個成就 你的確會有一種幸福感 你會得到一種快樂感 但是實際上那一種快樂感 並不是快樂 而是在你之前 你在過程中 你很努力的去爭取 你很努力的去追求的過程中 你的大腦創造的那種 壓力跟緊張 在那一刻得到了放鬆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很悖論的 就是我們以為的快樂 其實不是 得到某件事的快樂 而是你先給自己 創造了壓力 然後壓力釋放之後 得到了快樂 所以呢 我們就會 如果習慣這個原則 你就會不停的創造新的壓力 然後來透過釋放得到快樂 比如說我們做YouTube 可能一開始我們的目標會是有5萬人訂閱 然後接下來就是10萬人訂閱 我們會以為得到了10萬人訂閱的時候 我就會快樂了 但其實不是 在我爭取前往10萬人訂閱的過程中 我所得到那些壓力 在我到達這個訂閱數字的瞬間 釋放了 所以我好像感到快樂 但這個感受非常短暫 所以接下來我就要創造一個新的壓力源 然後再去感受它釋放之後的這種快樂 因此 其實這種並不是真正的快樂 這種快樂只是我們想像出來的假象而已 第二種我們對快樂常見的一種誤解 是基於一個叫適應原則的東西 什麼叫適應原則呢 就是一個人對於快樂的判斷 是取決於他現在的狀態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往往都會覺得 如果我今天突然中了17萬的樂透 跟我今天突然出了車禍 然後半生不遂 兩件事情比起來 一定會覺得 前面那個會得到很大的快樂 但是後面那個會得到很大的痛苦 對吧 短期來看是這樣沒有錯 可是根據研究 根據研究呢 當我們把這個時間軸拉到差不多半年的話 那一個得到1000萬的人 他已經適應了1000萬的生活水平 那一個半生不遂的人 他也適應了半生不遂的生活標準 所以接下來 他們其實就會經歷完全相反的過程 那一個得到1000萬的人呢 因為他已經適應了這樣的生活水平 所以只要任何對他這個生活水平 產生影響跟侵蝕的一些條件 比如說可能他的親戚開始跟他要錢啦 他發現他不太善於管理財富啊 他發現他的錢正在失去等等 他其實的快樂會一直下降 反過來說 那一位半生不遂的 這個意外受害者 他可能會因為在半年之後 他其實已經來到這個適應的標準 他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模式 卻會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 接下來 他的人生出現的任何一點小確幸 比如他的復健有一點點的進步 他又感到更加的快樂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快樂並不是曇花一線的煙火 快樂不是一種衝動 得到一個東西之後 然後馬上就可以得到一種永恆的快樂 並不是這樣的 我們應該追求的不是一種像煙火 短暫的刺激的快樂跟愉悅 我們要追求的是可以長久持續的一種幸福感 所以接下來第二題就是 那這個長久持續的幸福感要怎麼來呢 我們一般都可能會覺得說 幸福感來自於外在 比如說財富 比如說社會地位 比如說成就 的確一定的財富 一定的這個收入 對我們影響是重大的 但是根據許多國家的研究 只要我們的財富到了中產階級的一個位置之後 其實對我們的影響並不這麼大 對我們真正有影響的 在這本書裡面非常有趣的是 他提出了一個快樂的公式 這個快樂不是一般的快樂 這個快樂是指長久的幸福感 他的公式是 H 等於 S 加 C 加 V 在這裡面所謂的 S 就是 長久的幸福感 S 是先天的基因 這個 C 是環境 我們面對到的外在條件 最後的 V 是可控因素 那你可以可想而知嘛 先天的基因不是我們可以改變的 對吧 然後外在的環境其實就是我們必須 追求一個穩定的生活 現在大部分的人他都有一個相對穩定 相對並不是那麼的 面對到很多的像是飢餓啊 飢荒這種很難去克服的一些問題的生活 我們其實最需要重視的 我們最需要追求的就是 V 也就是可控 什麼叫可控呢 在這本書裡面做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 調查跟研究 就是說有兩個老人院 一個老人院的呢 他們那群老人他們可以去決定他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節奏 另外一群老人不行 所以可能他們享有共同的資源 比如說他們每個人的這個 一天的餐費可能都是100美金 但是 A 老人院 那個100美金已經被老人院的管理接產安排好了 就是你的三餐就是可能30 30 40 那 B 老人院呢 就讓他們自己去安排 他可以選擇第一餐80 然後第二餐10塊 10塊 或者是他也可以選擇30 30 40 或者是他可以選擇50 25 25 隨便 反正這個基礎是一樣的 都是100塊美金 可是 A 老人他們沒有管理的這個權利 他們受人家管理 B 老人 這群老人們他們可以控制他們的生活 結果根據這個研究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B 老人們他們的健康跟他們的快樂 以及他們的幸福持久度很明顯的遠遠勝過於 A 這群老人 然後之後呢 這群學者們把這個研究放大到社會上面 發現這變成一個很普遍的一個制度 他們也把這個引進了很多管理制度就是說 在一定的可控範圍之下 公司應該要推動員工的自主管理 雖然看起來成本變高 但實際上對於提高員工們的幸福感是有幫助的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在生命中創造一些可控事件 我們不能只是單純的聽從別人 我們必須去做一些可控的事情 可控是讓我們的幸福感 能夠持久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如果你一直覺得你的生命並沒有可控 可以自我可以控制的部分 你就不會感到太大的幸福 所以你一定有這種例子 我特別有 一般來說我是一個很晚起的人 但有時候呢 某一天我可能 其實是因為可能前一天睡不好 我很早就醒過來 然後那一天我就會覺得 好吧 我今天就要來用力一下 所以我可能很早就去運動 然後運動完之後我就會排工作 我就會去設計自己一天要怎麼走 那當天下來其實比我一般還要累 因為一般來說我可能是比較晚起 然後我的生活做起來相對來說就很單純 就有一個固定的方式 但那一天呢 我特別的用力去設計自己當天要怎麼做 在結束的時候 我其實會感受到某種 自己這天沒有浪費的 某一種幸福的感受 但你一定有這種感覺 沒有錯 可控感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很重要 在過去可能百年前 千年前 古代人們他們面對到了生活外在的壓力 等等等等 他們有很多外在的條件 讓他們的幸福感被剝奪 但我們現在身在一個 外在環境相對穩定 那麼先天基因其實又不太有變化的一個空間的基礎之上的條件之中 我們最重要去影響的就是剛剛講的那個V 也就是可控制的因素 更重要的事情是 根據這本書的記載跟他的分析 一個人當他有越多的自己生命的可控權 的這種感受的時候 其實他會有強烈的生命掌握感 而這跟他的成就有很重要的關係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幸福感可以更持久 你覺得說自己生命中好像缺乏某一種快樂的這種感受的話 你可以嘗試這本書給你的建議 你可以閱讀這本書裡面的一些章節 我覺得特別有趣 特別就是 在生命中創造一些可控的事件 比如說養成一個新的習慣 比如說堅持一些新的習慣 比如說堅持自己的生命 在某些時間要做某些事情 不受他人的影響 由自己去決定 如果你去養成這種習慣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 你的生命中的那種幸福感跟安樂感 比本來還要多許多 特別是 最重要的 他不是只是一個短暫的 刺激的像煙火這樣的愉悅 而是一種穩定的快樂性 所以如果你像我們一開始所說 你有一些 就是覺得 好像生命中要達到某種成就 要跟某些人交往 或者說你要到了 怎麼樣的收入 你才會得到一種快樂的話 這可能是一種 謬誤跟偏見 透過閱讀這本書 帶著科學內容的 不帶有偏見的這種分享 可以讓我們知道 如何去創造一個 更加長久幸福的生活 如果你希望 閱讀很多書 但你沒有時間 或者你希望站在哲學人的角度 來跟你分享 一本書的核心內容 到底是什麼 在短短的不到10分鐘 這個時間之內呢 可以快速掌握一本書 在我們生活中使用的主軸 那你一定要 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快樂大學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